大家好 这一节码学习第15章 Public模块介绍 Public模块包含了客户端与服务级端所用到的一些公共类 这里列出了Public模块所包含的一些类 我们先把这些类相关的代码添加到工程当中 我们先把这些类相关的类相关的 在这些类相关的地方 我们先把这些类相关的解锁 其实我先把这些类相关的 来看一下类似图 这是Covat类 转换类用来进行类型转换 String to int 字符串转换成整形 Int to string 整形转换成字符串 字符串转换成Double类型 Double类型转换成字符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是怎么实现的 是通过字符串流的方式来实现 把一个字符串插入到流当中 然后再提取到一个整形变量当中 就达到了类型的转换目的 那么这个在我们跟我一起学 新一家课程当中有介绍过这种方法 其他的也都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类比较简单 第二个类 日期类也比较简单 连月日 日期类呢 只有一个整形的成员 Time Time呢 记录的是 现在时间 距离 某个时间 某个日期 距离 1970年1月1号0点的秒数 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个连月日 那么十分秒 十分秒是0 这个写错了 十分秒是0 如果我们不提供十分秒的话 十分秒就是0 这个类呢 就是一个日期类 并不是一个时间类 并不是一个时间类 所以说没有0 十分秒 当然我们可以分装一个DateTime DateTime 既有日期又有时间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 MakeTime 就可以获取到 这个时间 距离 1970年1月1号0点的秒数 秒数 那么有了这个秒 getLocal getLocalTm就可以获取 getLocalTm就可以通过LocalTime 来获得一个结构体 获得一个StructTm的结构体 返回这个结构体 返回这个结构体 有了这个结构体 有了这个结构体 就可以返回LocalTm week day 这就是日期类 简单看一下 更详细的 大家自己去认真看一下 就不详细讲解这些类了 Ending 那么这个类呢 主要是用来 网络自杰区 与主机自杰区 之间的一个转化 以及大小端的一个判断 我们如何判定 当前几期是大端排序 还是小端排序呢 通过IsEnding 这个方法来进行判断 我们可以看一下 IsEnding IsEnding Uint16 两个字节的一个整数 0x0001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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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构是一个 从上到下 假设类存地址是从低到高 从低到高 那么两个字节 这里面两个字节N 两个字节存放了0x0001 那么这个整数在类存当中就有两种存放的形式 00 01 01 00 这是高位数据 这是低位数据 高位数据存放在内存地址比较低的字节 低位数据存放在内存地址比较高的字节 就称之为大端排序 这是大端排序 这是小端排序 小端是结序 那我们现在要判断它是大端的 只需要 让这个整数强制转换成确新 取新出来 前置转换成 前置转换成确新 然后呢 取出 第一个字节的内容 00 如果是00的话就说明它是大端字节序 00 那么这个表达是为假 return true 大端字节序 否则的话 如果N 前置转换以后为0101 那么它就是小端排序 return false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进行大小端字节序的一个判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ost2 network16 两个字节的整数 主机字节序 转换成网络字节序 如果我们的主机字节序 就是大端的字节序 is big endium 那么就不需要转换了 因为网络字节序就是大端字节序 所以不需要转换 否则的话 需要进行16位整数的一个交换 如果是32位同样的 swip32 64位 swip64 那么 接下来是网络字节序 转换成主机字节序 同样的 如果 主机字节序是大端字节序 就不需要转换 否则的话需要转换 一样的道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swip函数的实现 我们举一个比较典型的 swip32吧 举一个中间的 swip16 swip32 swip64 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一位的方式来实现的 就举一个中间的吧 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 假设一个整数是0x0102 这样子吧 12 34 56 78 32位整数是四个字节 一个字节 两个字节 三个字节 四个字节 那么swip30 我们目的是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转换以后变成0x 字节 转换过来 78 56 34 12 从这个字节 内容转换成这个内容 这是我们的目的 方转 来看一下是怎么实现的L 右移24 右移24位 这个右移24位 那么就变成了0x12 0x12 0x12 L 0x2 只有34 只有34 00x2 0x1 0x3 0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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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0 这后面的这个0就去掉了 这是第二个数 那么第三个数 你也开始 0000 FF就是56 00 L与上这个值以后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左移 左移包围 左移包围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0x 这个可以去掉 左移包围 左移过来 也就是后面补了两个0 后面补了两个0 后面补了两个0 第四个 左移2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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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移除掉 后面补三个字节 78 00000 然后 这几个数 逻辑或 最后得到的是 最后得到的是 就翻转过来了 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翻转过来了 那么其他的也一样 其他的也一样 那么这个类呢 可用于判断 是否是大小端的字节序 还可以进行字节序的一个转换 endian类 exception类 异常类 这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 这些内容 这我们等下再看嘛 这都是 那个日志相关的类 实际上日志所暴露出来的接口呢 使用起来很简单 等下再看 endian exception类 ide mdu 这两个都是加密相关的类 ide 加密算法 那么这些加密算法呢 我是从网上拷贝代码片段的 还有mdu 加密算法 也是从网络上面 拷贝一些代码片段的 我们就不讲解 这些实现了 我们只需要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 先说一下这个log吧 GlockStream类吧 log 应该是login 这些类 都在这两个文件当中 包括fmt fixed buffer size 都在这两个文件当中 实际上呢 这四个文件呢 我们是从目夺当中 目夺库 扣出来的 那么这里面的代码呢 我们在讲解大病发服务器开发的时候呢 有介绍过了 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 就看一下怎么使用吧 先把这个注释掉 写一些测试的程序 include 点点public login 这样这里面呢 我们也没有把logfile 拿过来 logfile.h 跟logfile.cpp拿过来 也就是说这个日志呢 只能够打印到 标准输出上面 不能够打印到文件当中 使用的时候呢 用的是 login.h单中的几个红 logtrace logdebug loginfo logworm logerror 这些红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 loginfo info级别的日志 那么它分装成 这个输入输出流的方式 那进行操作 entering man 我们登记一下日志 进入到man函数 然后呢 进行一些处理 do something 然后推出man函数 就这么简单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所打印输出的日志 是什么样子的 打印输出的日志 是这样子的 包含时间 日志级别是info 然后是日志的消息 enteringman 然后打印输出 所在的行 man.cpp17行 这条日志 是在cpp代码当中 第17行 打印输出的 那么这就方便 我们调试跟踪 如果这里出了一些问题 日志 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消息 我们就知道 它发生在代码里面的 哪一行 哪一个文件 哪一行 所以说日志呢 可以方便我们跟踪代码 进行调试 我们就不需要一行一行的去单步跟踪了 有日志 这个我们知道一下日志是这么实用的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类呢比较重要 我们最后讲 J-Thread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类的分装了 现成类的分装了 这里就不再讲解了 Singleton也介绍过了 Socket 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包装而已 Socket 创建一个套件字 tcp等true 说明创建的是一个流式套件字 如果是forced的话 我们创建一个udp套件字 数据报套件字 startup 启动 Socket 支持 cleanup 清除 我们在使用Winsock之前呢 首先要startup 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成员函数 绑定监听 accept send receive 这些都是直接包装相关的socket函数 绑定 监听 我们创建套件字的时候 还设置了一下地址重复利用 reuse addr 设置地址重复利用 板定 监听 accept connect close send 直接调用send receive 直接调用receive send n 表示我们循环的发送这n个字节 len个字节 直到它发送成功为止 全部发送完 left dl 直到它发送完 当然如果没有发送完的话 返回值一定小于 len receive n 接收 len个字节 我们循环接收 直到接收完 直到接收完 当然如果返回值 也有可能对方已经关闭了 我们没有接收完 unread等0的时候呢 就是对等方关闭了 套件字 就没有接收完 如果小于len的话 就没有接收完 否则的话 正常情况应该是能够接收完的 receive n 要保证 接收完 这么长的一个 字节 循环接收 循环发送 而这个呢 send receive 不管它 有没有循环 有没有循环 这最简单的一个包装 就直接发送了 可能并没有发送完 接收了 可能并没有接收到这么多个字节 stringutil类 这个类干嘛呢 去除字符创的左右空格 去除左右空格 去除左空格 去除右空格 sprint 字符创 按照一个分格符来进行分割 来进行分割 比如说一个字符创 abcdefg xyz 警号 警号 字符创 然后传一个警号 进行分割 就得到了三个字符创 三个字符创 保存到一个项链当中 这就是stringutil类的功能 那么使用方法是 一些 stl当中string的一些 find last not of find first not of 这些函数配合 来实现的 那么这些函数 我们在 跟我一起学 西线基加当中 有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再讲解了 大家可以 好好的去看一下 到底是如何实现 去除左右空格的 以及分割 system config system config 类 system config 类 使用于读取配置文件的 构造一个配置文件的一个类 传递进来就是配置文件的路径 然后加涨 然后加涨 get property property 就是根据名称 key 相当于key 查找value 一个配置项 配置项 所对应的值 配置项 所对应的值 那么一系列的配置项 保存在 properties 当中 properties 当中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INI文件的一个读取 这里面呢 我没有用到Win32的API 而是自己写一遍 让大家更好的 掌握 文件的一个读写操作 更好的掌握这些文件流的 读写操作印记 配置文件的解析 那么配置文件长什么样子呢 配置文件长什么样子 这里有个client点 config server点 config 这就是配置文件的样子 这表示注释掉了 锦号注释掉 这是一个segment 每一个segment可以有多个配置项 这也是一个segment 它有多个配置项 segment 那么锦号表示注释掉了 这是配置项 配置项所对应的值 中间是一个等号 这就是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类就实现了这个配置文件的读写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的 怎么解析的就不粘解了 大家好好去看一下代码 timestamp 时间戳 时间戳了一个类 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里打印出了一个时间戳 它不仅有日期 还有时间 不仅有日期 还有时间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类来实现的 那么这个类呢 我也是拷贝之 目夺库 当中的timestamp 这个类 然后稍微做一些修改 这个类我们也就不详细讲解了 那么重点讲一下 追instring 追opstring 这两个类干嘛用呢 追opstring 相当于是一个打包的类 输出流类 追instring 解包类 我们知道 银行储蓄系统是一个客户服务器端网接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TCP IP的一个通信 客户端需要将数据打包 打成一个包 一个网络的一个协议包 发送给服务器端 发送给服务器端 那么服务器端这边就要解包 就要解包 那么服务器端给客户端响应的时候呢 响应包的时候 它也需要将信息进行打包 那么客户端也需要进行解包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分装一个追outstring 追instream类 来进行打包解包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那么它也是分装成流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使用它吧 那么我们先开始打包装成流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个人推出的方式来进行 和我们先开始打包装成流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再关注一下 那么你再关注一下 假设 现在呢 这边是一个客户端 要向服务器端发送这些信息 需要打包 需要打包 这就是一个打包的过程 所以outstream 输出流 将这些数据输出到流当中 输出到流当中 这是我们的使用方式 打包以后呢 输出到流 我们可以从流当中获取这些字节 流当中有一个方法 data获取到这些字节 实际上就是将这些数据 进行打包 得到了一个 自己流 data data 然后呢 将这个data传输给 对等端 也就是服务器端 那么服务器端接收到了这样一个data 接收了这样一个data 要进行解包 要进行解包 我们现在呢 就不演示网络通信 假设 我们这边 既是客户端又是服务器端 客户端进行打包 然后服务器端呢 然后服务器端呢 通过J inStream内来进行解包 data 我服务器端 现在是服务器端接收到了这个data 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呢 存到J inStream当中 然后J inStream 把它解包 解出来 解包解出来 我们看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解对 有没有解对包 再把它输出吧 就不做到 接着 使用 越南 加密 浅 接着 好 编译一下 这些都在public里面 我们最好 usenamepublic 在public名字空间当中 这些类 这些类都在public名称空间当中的 刚才我们没有u型它也没有错 我们可能在某个文件当中已经u型过了 因为我们之前使用到singleton 在这里面.h某个文件当中有u型过了 所以说没有出错 我们最好在这边再u型一下 我们发现解包是没有错的 abcxyz 一把 这里面我们就暂时把它看成 这个数据 打包 打包完了以后 发送到了对等方 对等方成功的完整的无差错的接收到的这些数据 对等端无差错的接收到这些数据 以后就要进行解包 把这些数据完整的解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是怎么实现的 可想而知 Joutstream当中应该有 一个缓冲区 来保存打包进来的数据 Joutstream 有一个缓冲区来保存 打包进来的数据 那么这个缓冲区就是 一个数据 动态数据 vector 那么一开始构造的时候 我们分配一个初始值 k initial size k initial size的初始值等于 多少呢 1024 1024 buffer 构造的时候呢 分配了1024个字节 color index 什么意思呢 1024个字节 的一个缓冲区 构造这样的一个对象 就有了1024个字节 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1024个字节都没有被使用 Current index就等于0 就处于这个位置 Current index 然后我们进行打包的操作 现在我们要打的是一个字符创 字符创 打进了两个字符创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方解包的时候 xyz 如果我们直接 字符创直接打包进去的话 那么buffer当中存储的应该是abc xyz 那这时候对方解包的时候就没办法解包 它到底是一个字符创 还是两个字符创 又或者是更多的字符创呢 因为字符创与字符创之间没有边界 就没有办法进行处理了 所以说我们打包的时候呢 应该要有一定的边界 那么这个边界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字符呢 当然是不可以的 我应该是长度 加上字符创本身 那么到时候对方解析的时候就知道先解析长度 到底有多长 那么这里就是三个字结abc 三个字结abc 当然三个字结是三 在机器当中的表示方式 给一个二进字字打包进去 然后abc 对等方就可以先解除 这个整数三 再读取三个字结 就得到的这个字符创 xyz 3xyz 那么根据这个事录 我们来看一下打包 打包的是一个字符创 它应该会调用到这个函数 字符创这个函数 然后这里的整数呢 我们假设这个字符创不会太长 这个整数两个字结就够了 6535 0到6535 就够了 你就先打包两个字结进去 先打包两个字结 再打包一个字符创 这里呢 我们就将字符创的长度 str.nense 强制转换成 uint16 uint16 那么这些类型 是在追uint.h当中 type define的 type define的 两个字结 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字结呢 打包进去 先打包两个字结进来 如何打包呢 这两个字结 似买 ln 两个字结 那么对应的是这个 unside in 对应的是这个 两个字结 打包进去 由于我们这个打包方法 是用在网络上通信 所以说这两个字结呢 要先转换成网络字结 许的两个字结 然后把它打包进去 append 打包方法 append append 是 这个代码 将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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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足够的空间 有足够的空间 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 它应该去自动的增长 摩络 这个 实际上它也是 调用append的 打包了两个字结进去 然后再打包 字符串本身 字符串本身三个字节 把它打包进去 也是DWM Append 把它打包进去 又是先确保一下 有没有足够的空间 那这里实际上是 三这个整数 它在内存当中是怎么存储的 两个字节怎么存储的 内存存在这里 然后是ABC 打包进来 同样的 XYZ 打包进来 它刚好长度也是三 XY 然后打包整数 然后打包整数 32位的整数 在这里 打包整数 转换成 网络之节序 NowPend 打包整数 4个字节 4个字节 存的是100 这个整数 我们就简单 我们就简单这么画一下吧 大家明白一下 这个意思就好了 一把 它的二进之值 这些都是二进之值 把它存进来 那么在存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存的过程当中 刚才我们看到了 它会 ensure writable byte 确保 是否 有足够的空间 writable byte writable byte 是什么意思呢 buffer.size 比如说我现在要打包数据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旦打包以后 current index呢 就会移动 移动到这里 writable byte 是这一部分数据 size 减去current index 看一下空间够不够 空间够不够 如果不够 resize current index 加ln 调整到这么大 确保有足够的空间 来进行打包 那么这里面的 这些牛预算服务师 计算器中 都调用了append的方法 来进行打包 我们明白了 这个致富创的打包 其他的也都一样了 整数 这么打包都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解包 jinstream jinstream 数据 se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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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要开辟一下空间 jinstream这里面有一个buffer 为这个buffer开辟空间 resize ln 出时的时候是0 没有空间的 resize 开辟这么大的空间 当然这是current index 出时的时候 如果我们buffer这边 没有出时化的情况 不像这边buffer会出时化 1020 这边的buffer没有出时化 它的空间就是0的 resize 调整成怎么大 然后拷贝进来 拷贝进来 然后我们要读取 读取整数啊 这些整数 读取字符串 读取字符串呢 那肯定是先读取 现在我要读取这个字符串 abc 肯定要先读取这两个字节的整数 再读取字符串 定义一个5符号的是6位整数 signless ln 先读取两个字节 这应该掉用了 这个函数 读取两个字节 readablebytes 大于等于 就是说我们可读的数据 可读的数据 当前是否大于等于 两个字节呢 如果大于等于两个字节 我们就把它读走 memcpypeak peak实际上返回的就是 caroindex所在的位置 caroindex所在的位置 把它读走 然后转换成主机的节续 返回回来 返回了一个aks 返回了一个aks 这个长度 返回回来 判断一下剩余的可读的字节 需应该大于等于ln 然后字符串先清除掉 append peakln 这读字符创实际上包含了两部读整数 在一个字符创append 其他的也是类似的 大家可以认真去看一下 那么有了这个类呢 我们打包解包就很方便了 在网络通信的时候 打包解包就很方便了 而且我们这里面内部还屏蔽了 字节续转换这一问题 字节续转换也在内部实现了 字节续转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用关心字节续问题了 这是公共模块的介绍 这一刻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